在台中有民眾投訴一間認識的餐廳 說這個飲料飲料的時候 發生這個背後有這隻貨品 店家是有水到火蝕了 還給他貼錢 現在第二中期食安處是說的 情侯客家 如果發生不合格 就叫食安法來開發 民眾洗看看飲料在背後 想說是沒有飲料的配料 不過最小的一看 今年是一隻貼行不洗的貨品 消費者的感覺是很不爽快 也將鴨皮破裂就棒了 表示在這幾月十四號前往台中 這間生菜給連鎖餐廳來用餐 而且點了奶茶 不過算是喝完之後才發現 背後有一個好心 美鳥民眾也留言 在這間連鎖餐廳也有類似的經驗 表示店家在台中 台北都有分店 用餐的衛生應該更提高標準 就會覺得他們的衛生室不好 然後就會覺得很噁心這樣 然後看他們怎麼補償吧 你花錢來這邊消費 然後他又是一家民店 然後裡面有這麼東西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日子也標示 當然消費者歡迎 後來在馬上經驗 以及部分貸款的處理 對消費者的健康狀況 也繼續後來追蹤 那包括在客人結帳的時候 我們有做到二次的關心 像廚房的話 我們也是每天早上在準備食材 或者是在開店營業前 我們也都會做一次性的巡檢 在這裡表示 每天開店之前 來到要求環境的清潔 事實上也都會經過經驗到最小清潔 加倍用餐的衛生已經安全性 幾個也有專人消毒兩次 也會加強清潔 在台中的西安處也已經這麼通報 將會拍完的健康記者 如果是客人有違規 將會以這五一歡喜安法來採發 記者 台中總統 報導 在台中總統 對啦